欢迎收看亚洲变化 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两个议题 分别是 骂禅高高在上 影射习近平 以及二十大前地雷阵 维稳不义 上海广播电视台 荣媒体中心 其他记者宣克炯 近日在个人微博账号 发表了一首 致知了的打油诗 被一些网民解读为 影射领导人习近平 宣克炯因此受到公职单位 批评教育 而且反思 目前他的微博已经被禁言了 宣克炯是荣媒体中心旗下 看看新闻Knews的记者 也是上海的知名社会新闻的媒体人 看微博有164万粉丝 上周五他在个人微博上 贴了一篇致知了的打人诗 他写到 闭嘴 说你呢 高高在上一片杂讯 平天几分燥热 自以为聪明 肥头大尔 土队里直服 五年以上才爬出阴间 却只会用屁股和夏儿里的赞歌 不知人间几苦 酷暑 有网民认为 高高在上 平天燥热 肥头大尔等字句 是影射国家领导人 该打游师被截图广泛流传 据荣媒体中心的通报表示 中心收到举报后 分管电视台领导和中心旅行工作组 高度的重视 通报显示 经宣克总本人陈述 7月15号早上 他在7点40分左右 在小区外 跑步道上跑步 因头顶上这个残脑 大叫扰乱心绪 近日天气又闷热高温 于是写了一首 以名叫的知鸟 为主题的打游师 发布在其个人的微博账号 这个通告还表示 帖子发布后约30分钟 宣克总本人发现 有网民评论 误认为义友所指 且有亲友陆续询问 该篇微博的含义 宣本人对网友的联想 和语情扩散 感到始料未及 因此在微博发布 30分钟后云以删除 通报也表示 宣克总认识到错误 对自己因敏感度不够 把关意识不够 冲动之下 发布的微博言论 做了深刻反思 在公众存在焦虑的当下 不被人误读利用 也是成熟媒体人的职责所在 其实这不是宣克总 第一次就知了写文章 他在2013年就写了该死的知了 在树上撒了泡尿 淋了我一脸 谁说大树底下好乘凉 我要找他算账 他却早就金蝉泼壳了 还在树顶一片细虐尖叫 站在底下果然日子不好过 哪天我也要把枝鸟炒来吃吃 这个是显示了上海的知名的记者 包括可能也代表了上海前一阵子 封城所引起的一些不满 它是一个宣泄的手段 另外从整体的趋势观察 今年下半年或许是多事之秋 直接考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 和政治智慧 中国房地产冒出系统性的危机苗头 多个城市相继出现烂尾楼业主 集体停还房贷的现象 导致银行业可能会累积大规模的坏账 危机金融体系的稳定 这是继河南村镇银行爆发出 数十万存户 超过300亿元人民币存款无法取款后 上千名苦主制发组织维权遭到强力驱散后 又一宗社会不稳定的事件 从6月30号江西景德镇某项目的业主 集体发布断工通知书开始 由王勇制作的全国业主发布 强制停贷项目的统计表显示 在中国不动产的信息平台的统计之下 截至今年7月13号 发布断工通知的楼盘已经有106个 且项目数量还在快速的增长 范围涵盖多个省会城市和北上广等一线的城市 涉及到包括多个全中国的大银行 暂停补偿贷款额度 现在初步的估计是3700亿元人民币 还可能继续往上增长 中国官方规定购买房子的业主 所缴交的首付款和房贷必须按照比例 存入银行的专用监管账户 且必须用于专项工程建设 但很多开发商却疏通银行避开监管 谋作他用 导致一些楼盘因缺乏资金而停工超过一年 大量迟迟无法入住 却必须每个月还要还贷的业主 因此集体的维权 以停止还贷为手段 向开发商银行乃至监管部门施压 要求他们解决问题 中国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高达38万亿元人民币 虽然目前断工的额度还不到1% 但由于中国经济最近增速的放缓 第二季同比增长仅0.4% 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 而且应届毕业生早工作难 16岁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 达到了创纪录的18.4% 加上为控制新冠疫情的城市的封控措施 没有停止的迹象 削弱了市场的预期和信心 中国民众对于前景不明的焦虑感 有可能提高社会的不稳定 银行存款和房地产是中国民众家庭财富的 主要的两大来源 这两大领域相继爆发看似系统性的问题 会冲击人心稳定 而且这两个领域所影响的群体 都是集中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 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的主力军 而且相对而言具备现代公民意识 跟以往中国民众所发取的维权行动不同 河南存款事件 以及如今的烂尾楼断供事件 苦主明确表达了对遭到侵权的不满 要求违规的强势一方 向开发商、银行和监管当局承担责任 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合法权利的认知 这个新现象对中国政府的维稳要求 也造成了不同的挑战 虽然河南存款抗议事件 最后仍然是以当局派出大量人员 强力的清场来试图解决 但当局已经左手部分的解决问题 宣布7月10号开始 对5万元以及5万元以下的客户先行垫付 烂尾楼断供事件的牵涉面更广 尤其需要小心的处理 中国银保监7月14号就做出表态 支持地方政府的保交楼 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 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昨晚还再次的对外发声 承诺将指导银行推进项目快复工 早复工 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有效满足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的需求 以努力稳住市场的信心 今年的秋天是中国召开20大领导层 换届的敏感时期 保持社会稳定 让20大顺利召开 是当下中国政府的首要的关注 但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城市风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正开始在就业市场 地方财政和企业的债务 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稳定 等诸多不同的领域 一起的可以说是爆发 而且会牵一法动全身 这样的联动的形式呈现出来 从中国政府把解决烂尾的问题 跟保民生稳定做一体的工作重点 可以看出当局已经意识到 若不尽快地解决民生问题 恐怕会酿成系统性的风险 并动摇社会稳定的后果 从整体的趋势观察 今年下半年或许是多事之秋 直接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 和政治智慧 另外再提一个就是 怀疑有人逃避隔离 广州竟然逐户的敲门 那也引起了众多民众的不满跟抨击 那继上海事后 广州日前也发生 业主被集中隔离期间 家门被敲消毒杀菌的事件 有当地网民就表示 广州立湾区邦华新济小区 超过了百户业主 目前日前在酒店集中隔离期间 家中门锁被社区防疫人员拆掉 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证实发生这个事件 而且怀疑有人 因为他们说 怀疑有人躲在家中逃避隔离 因此联合多个部门敲门收查 那这个微博照片就显示了 这个大厦内的多个住家大门敞开 门锁遭到这个拆除扔在地上 所以一片狼藉 部分大门还贴有拒绝消毒处理的封条 所以整个事件令人感到 就是说实在是匪夷所思 有业主表示 他们一座楼共有200多个单位 早前在酒店集中隔离回家后 发现有一百多户的门锁 被不知名的部门暴力强拆 质疑这样子根本无事于法规 而很多的这个抱怨都集中在 就是原来在上海 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被引起了很多的住户的不满 那广州再次的破门而入 也引起了网民的抨击 网民纷纷的评论 极其荒唐 这还有法律吗 竟然回复的这么理直气壮 指的是广州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还有网民强调 官方才宣布 常温下病毒在物体表面存活 不会超过一天 破门消毒根本毫无根据 其中里面涉及到 如果有重要的财务损失 这到底怎么样认定 实在是这个政府 中国尤其是广州政府相关的这个措施 实在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这跟前面的这个金秋 会面临系统性的多市之秋 其实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呢 这个社会的稳定 跟整个经济的下行 包括加上疫情的叠加 都会引起 这一个继续的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好了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